我在卧室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条内裤 找来保姆我将内裤狠狠甩在了她面前 并将她狠狠训斥了一顿要扣她工资 可保姆却说卫生她肯定是打扫干净了 至于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得问我自己 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 老婆柳如烟跟几个闺蜜约好回娘家那边放松放松 顺便回娘家过节 可公司里一大堆事情我根本走不开 只好让她先行离开 为了让她开心方便我特地租了一套别墅给她 还特地给她请了一位临时保姆负责每天的卫生 处理完公司的事情我马不停蹄赶了过去 可我却在别墅卧室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条内裤 这些临时保姆太不靠谱了 我打电话将保姆叫到面前将那条内裤甩在地上 这就是你认真工作的结果 别的也就算了这种东西为什么不清理掉 罚你三天的工资 保姆一脸的委屈 老板卫生我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东西肯定是昨天我清理完卫生后才有的 我险些气死 我今天刚到这里 昨天就我老婆一个人在这里住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这分明是在胡说八道 对于我的话保姆并没有理睬 老板您不能扣我的工资 至于这内裤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保姆话不多 可我却从她眼中看到了一丝一样 这丝一样却令我十分不舒服 如果真如保姆所说 卫生确实没有问题 那这个怎么解释 难道是柳如烟背着我在这里干了什么苟且之事 可是凭借我对柳如烟的了解这种事情 根本不可能 首先她对这种情趣的东西十分反感 我每次要买两件住住信都被她骂得狗血喷头 有一次还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大吵了一架 而且结婚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不轨的举动 而且她在男女方面十分注意 有一次朋友只是开个玩笑 便被她从家里直接轰了出去 当时这件事情弄得非常尴尬 为了不让事情节外生枝 我强牙怒火给这位临时保姆结算了工资 并辞退了她 关上门在沙发上看着眼前那条黑色蕾丝裤发呆 如果这条内裤不是柳如烟的 那就是上一批租客遗留下来的 可是想想事情又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上一批租客遗留下来的 在入住前我请了一家专业的 保洁公司对整栋别墅进行了清理 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失误 就算他们没有发现 那么我请的这个临时保姆 打扫了近半个月的房间 难道一次也没看见吗 这个解释显然不太现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越想心里越烦躁 我用垃圾袋收起蕾丝裤 随后转身进了卧室 如果这条蕾丝裤是柳如烟的 她不应该只买一件 我记得上次在某宝上 这种东西是成套出售 除了有一条蕾丝裤 应该还有一件三点擦边是胸衣 可我翻找了整个卧室 还有更衣间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很是恼火 如果我现在拿的这件东西去质问柳如烟 柳如烟绝对不会承认 她会以各种理由推脱 很有可能会倒打一耙 骂我一身一鬼 可是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我实在有些坐立不安 为了不引起柳如烟的怀疑 我好到机场去接你 随着脚步声柳如烟进了卧室 当她看到扔在床头柜上的那件蕾丝裤时 整个人身体一僵 不过这种状态只是一瞬很快 她便恢复了自然 不等我开口询问柳如烟连忙解释 王小金这小妮子也太过分了跟她男朋友 弄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柳如烟拿起装在垃圾袋里的蕾丝裤 转身丢进了垃圾桶 她不这样做还好 她这样一做使我的疑心更重 我记得上个礼拜 柳如烟还跟我说 她闺蜜王小金没有男朋友 当时我们两个还替她发愁 可是现在这才几天 五六天的时间竟然有男朋友了 而且这么快就住在了一起了 就算王小金开放可也没这么快吧 退一万步就算王小金 带着她男朋友到这里过夜 有那么多房间不住 为什么偏偏要住主卧 是个喘气而的恐怕都不会这么做 除此之外还有柳如烟的举动 如果真是王小金和她男朋友留下的东西 她为什么那么慌张 不等我询问她便记着主动解释 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 放在以往她根本不会主动解释 就算我问到她头上 她也未必会理睬 为了不引起柳如烟的怀疑 我强行压下心中的烦躁 上前将她揽入怀里 这两天我不在的时候 过得怎么样开不开心 见我没有追究累思库的事情 柳如烟似乎放松了不少 当然开心了 我们几个把市里的所有娱乐项目 都玩了一个遍 极限过山车动物园 凡是能玩的地方 我们都玩了对了 我们还去了一趟鬼屋 一开始把我吓坏了 要不是有王小金在身边 我估计都得下裤柳如烟 一边脱掉身上的外套 一边跟我讲这几天的去世 我接过她的外套 本想替她挂上 可我却在她的衣服上 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烟味 十分呛人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判断 这股烟味应该是13块钱的从容 柳如烟不抽烟 那么也就是说这烟是别人抽的 老婆你去哪了 衣服上怎么这么大的烟味 我将衣服挂在衣架上 随口问了一句 看似随意 可却是我实打实的试探 没把我枪死 又是王小静的男朋友 等有时间 还真得去见见王小静的这个男朋友 看看这家伙到底是什么鬼 小静他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我挂上衣服 再次将柳如烟揽入怀中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小静说是一家公司的副经理 我心里一沉 虽然我不知道王小静的男朋友 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副经理 但是到了这种级别 不可能去抽13块钱一盒的从容 真要是去抽的话 会被人家笑话的 那么也就是说柳如烟又撒谎了 他为什么要骗我 你怎么发什么呆呀 没有我突然想起公司有件事情没有处理 一会儿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行 那你忙着我去洗个澡 听我说是公司的事情 柳如烟很是反感 推开我的手转身进了浴室 种种反常的举动令我心里越来越凉 趁他洗澡的时候 我偷偷拿过了他的手机 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柳如烟的手机一向不上密码的 今天竟然突然加上了密码 直接问显然不太现实 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我猜 可是用过智能手机的人都清楚 手机密码这东西 每输入一次错误的密码 手机都会延长一次输入时间 所以我只有三次机会 如果我三次输入不对的话 只能放弃 我评论了一下 心绪第一次输入的是柳如烟的生日 可惜不是 第二次我将我们两个人的生日拼凑在一起 再次输入结果依然没有打开 现在剩下的就是银行密码 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 可当我将银行卡密码输入进去后 依旧没有打开 老公你帮我把洗面奶拿来 在卧室的梳妆台上 我答应了一声放下手机 转身进了卧室 拿过洗面奶刚要转身离开 发现在化妆台上放着一瓶香水 我打开喷了一下 竟然是茉莉味的 这令我不由想起了一件事情 我清晰地记得 当时空气面也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我想去问得清楚 可是李志告诉我 现在去询问毫无意义 柳如烟完全可以说 这瓶香水是王小静的 时间不长柳如烟从浴室里面走了出来 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她今天竟然穿着一件情趣内衣 洁白的皮肤性感的翘臀 尤其是胸前的肩挺 随着走动不断起伏 你怎么想起穿这个了 之前不是一直讨厌吗 见我询问柳如烟微微一笑 这还不是受到了王小静的启发 那小妮子说 你们男人最喜欢这个 而且你之前多次要求过 这部前天她买的时候 我也让她帮我烧了一件 说话间柳如烟坐到了我怀里 这一举动令我神情恍惚 柳如烟虽然算不上倾国倾城 但也差不了多少 她不会买的跟你是一样的吧 她那身材可美你的好 这款她根本驾驭不了 我将柳如烟紧紧揽入怀中 一边欣赏一边试探询问 可她给我的回答竟然是郁姐妆 并不是那款丢进垃圾桶里的黑色蕾丝裤 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呀 难道我这身不好看吗 听见柳如烟询问我 这才从思考中清醒过来 怎么会不好看呢 简直太好看了 我抱着柳如烟进了卧室 第二天一早见柳如烟还在熟睡 我悄悄穿上衣服出了别墅 根据保姆合同上的地址 再次找到了 昨天刚刚被我辞掉的保姆 怎么会是你 您找我有事吗 保姆看到我很是意外 顾阿姨我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毕竟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丢人了 可是这段时间 除了这个保姆进过别墅 跟柳如烟有过接触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情况 所以有些事情只能问她 老板我还有事情要忙 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不陪你了 顾阿姨之前的事情 我感到非常抱歉 这次找到你 一是想向您道歉 二是想问这些天 除了我老婆以外 其他人竟没进过别墅 我硬着头皮问道 顾阿姨看了看 我似乎像是想说些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老板我只是一个临时保姆 这种事情 您应该去问太太 幸福的保姆说完就要离开 我赶紧上前一把将她拦下 同时从兜里掏出 一打百元大钞塞了过去 顾阿姨您是知道的 有些事情我是不能问的 我一脸的尴尬 顾阿姨看了看 手中的一万块钱 抬头又看了看我 老板不要一门心思 只知道挣钱 有时间也照顾照顾家里 尤其是夫妻感情 不等我开口 顾阿姨反手关上了门 我抬手准备再次敲门 可手停在半空中没有落下 人家现在将我拒之门外 显然不想掺和这件事情 再说白点 人家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既然如此 我也没有必要 非拉着人家下水 可她刚才那些话 我琢磨了半天 也没琢磨出所以然 可是我总感觉 这里面有问题 我和柳如烟之间的感情 一直都很好 她为什么要说让我多多 培养培养夫妻之间的感情 我离开保姆家后 找了一家早餐店 买了点早餐 随后开着车 原路返回 可当我刚准备进小区的时候 不想门位的保安 却将我拦了下来 先生您是这小区里的吗 如果不是请您先登记之后 让业主出来接您 我本就烦得要命 现在被保安拦在门外 心中的怒火 一下子冲上了脑门 我之前进去 为什么没有登记 现在让我登记你们什么意思 见我不高兴拦住 我的保安一笑 先生之前 我不知道是谁 看保安那嚣张的样子 我气得火冒三丈 推开车门迈不下了车 先生请您注意 这里是有监控的 我顺着保安的目光 看了看在大门的不远处 却是按着一个监控 这倒是令我有了新的思路 我下来是登记的怎么 你以为我下来是打架的 我说着拿出小区门卡 递了过去 先生您是余国中 怎么跟登记的人 长得不太一样呀 我是租客 我的房东是余国中 这张卡是他给我的 不幸的话 你可以去联系 保安看看我随后回到办公室 拿起电话进行核实 时间不长 保安拿着门卡 笑呵呵地跑了出来 先生真对不起 我不知道您是这里的租客 见保安改变的态度 我也没有必要揪着不放 小兄弟这小区内的监控设施 全面嘛 我的车子放进去 会不会被人倒 见我没在追究保安长 长松了一口气 先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除了在岗位上 执行的保安外 还有巡逻保安 我们的巡逻保安是 24小时不间断巡逻 除了巡逻保安和值班保安外 小区内还安装了 大量的监控 不要说小偷就是一条狗跑进来 我们也能在第一时间 找到他的位置 我心中一阵窃喜 如果这个小区不满了监控 那么我完全可以 买通小区的保安 查一查这几天的监控 如果真像柳如烟所说的那样 王小金带着他的男朋友 这几天住在这里 那么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就是我冤枉了柳如烟 换句话说 那个顾阿姨 很有可能是在说谎 想到这 我拉着保安到了一旁 伸手从兜里 取出几张百元大钞 塞了过去 保安看到这连忙后退 被我一把拦住 先生您这是干什么 小兄弟一点意思 你拿着哥哥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保安很是疑惑 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您尽管开口 在我直下范围内的 我们竭尽全力帮你 保安说完就要将钱还给我 小兄弟是这样 我住的那个别墅 这两天总是丢东西 我怀疑是盗窃 但是不是小偷 我还不清楚 所以我想看一看监控 你也知道 大家出来混生活都不容易 我想找到这个人 私下把事情聊聊 不想惊动警察 一是对你们不好 可能有小偷 保安显得很紧张 这种事情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 如果真净了小偷 业主丢了东西 那么就是他们这些保安的失职 如果业主揪着不放 不但他们这些保安要受惩罚 恐怕他们的公司也得受牵连 先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监控不是随便调的 我们这里有明确的规定 擅自调取监控是会被开除的 您看要不要想想别的办法 保安有些为难 小兄弟 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想必你也不想看着事情闹大 事情一旦闹大 恐怕你的工作也保不住 小区失窃可不是一件小事 就算不是你们的责任 到时候公司为了保住名誉 也会拿你们当替罪羊 有关于这一点 就算我不说 你们也应该清楚 小保安有些紧张 先生 那你想怎么查 查整个小区的监控吗 如果查整个小区的监控 会涉及到其他业主隐私 这个我恐怕办不到 见保安不再坚持 我心中一阵窃喜 我查其他的监控没有用 我就查我住的那栋别墅的监控 而且我只查最近半个月的 怎么样 小区保安想了想 大哥 这样吧 今天晚上怎么样 今天晚上是我值班 我可以让您看一下 但是时间不能太长 一旦被我们领导发现 我的工作就丢了 我立即答应了下来 没问题 那就今天晚上 晚上八点以后 我来找你小保安 虽然说给我的时间不长 可对我来说 这根本不是事 到时候买点吃的 买点喝的 再送点红票子 要多长时间有多长时间 就算被他们领导发现 又能如何 无非就是多花点钱而已 当保安的 怕事情闹大影响工作 难道当领导的就不怕吗 恐怕到时候 我一分钱不花 他们都得求着我去查监控 跟小保安约定好时间和地点 我开车回到了别墅 这个时间正常来说 柳如烟还在睡懒觉 可当我拎着早餐 走进别墅时 她竟然坐在梳妆台化妆 今天的柳如烟 穿着一件崭新的长裙 打扮得光彩照人 擦胭脂抹粉 看样子心情非常不错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 还是柳如烟表现得太过明显 我竟然在她脸上 看到了恋爱的感觉 老公 你回来了 看看我今天漂不漂亮 这条裙子好看吗 见我走过来 柳如烟连忙起身 在我面前转了一圈 怎么 打扮得这么漂亮 去见老情人呀 我放下早餐 随口调侃了一句 如果换做平时她高兴的时候 她肯定会反过来调侃我几句 不高兴的时候 也许会不理我 也许臭骂我一顿 而今天与以往不同 听到老情人这三个字的时候 她的神色明显闪过一丝不安 虽然只是一瞬 但是我看得清清楚楚 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有两种 一种情况是我说中了她的心思 另外一种 就是我戳中了她的痛点 可眼前的情况显然不是后者 胡说八道什么 我跟几个老同学约好了今天去逛街 会什么老情人 哪有那么多老情人柳如烟嘴上虽然不高兴 可她眼角眉梢却透着说不出的喜悦 我不是开个玩笑吗 来来来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早餐 吃饱喝足再去见她要离开 我赶紧将她拦下 不吃了 你一个人吃吧 我们几个都约好了 见面后到蓝金鱼西餐厅去用早餐 不等我说话 柳如烟拿起包转身出了别墅 而且看那样子非常急 似乎像是在赶时间 老婆出了这种事情 我哪还有心思坐在家里吃早餐 见她没了身影 我赶忙收拾收拾跟了出去 为了不被她发现 我没有开车 而是拦了一辆出租车 偷偷跟在后面 司机大哥看了看后视镜中的我 又看了看前面的车 随手扔给我一个口罩 兄弟 带点口罩 就你这样一下车 非得让人认出来 我看着扔不来的口罩 有些茫然 不过很快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大哥 你经常遇见这种事情吗 我拿起口罩戴上 随口问了一句 那还用说吗 现在这社会 真够乱的 不瞒你说 三两天就能碰见一个 不过你这种的 我还是头一次碰 跟踪别人啥也不准备 等到了地方 一下车就得被人家认出来 轻折两个人大吵一架 弄不好就得打起来 我有些尴尬 这不是头一次吗 没有经验 司机大哥瞥了一眼 后视镜中的我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像你们这种 自己跟踪的十有八九 最后都得露线 见司机经验丰富 我赶忙往前凑了凑 向其请教 大哥 教我两招被司机大哥一笑 兄弟 我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你要是真想调查清楚的话 你还是请一些专业人员 我有些纳闷 干这种事的还有专业人员 大哥 什么专业人员 哎呀 就是私家侦探被 我装出一点穷酸的样子 大哥 那得多少钱呀 有没有便宜点的 给我介绍一个 被司机大哥呵呵一笑 兄弟 老话说的好 多大的钱办多大的事 如果你只是想知道 你女朋友这一天都去了什么地方 有个万八千的就够 如果还想深入了解的话 那钱可就贵了 比如说你想捉奸 你想调查对方的身份底细 想要一些证据 这都得加钱 这种事情是冒风险的 一旦被人抓住 轻者被人打一顿 碰到狠茶子 没准就是胳膊折腿断 最后还得送进去蹲两天 所以钱少根本没有人 愿意干这种事情 司机大哥说的这些 倒是事实 任何人碰见这种人 肯定不会放过 尤其是那些 做了亏心事被查的人 他们恨痛了这些私家侦探 一旦被他们见到 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被打断胳膊腿 那都是轻的 曾经有条新闻说 一名私家侦探被人发现后 好险没给弄死 大哥 你整天在外面跑 有没有这方面认识的人 给介绍一下 被司机大哥听到这一笑 兄弟 大哥我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怎么会跟那种人认识呢 那种人你得去找 不过得提醒你一句 找的时候擦亮眼镜 有些私家侦探纯属就是在骗 钱他们打着私家侦探的幌子 专门骗你这种人 有的交完钱就找不到人了 有的一开始还能联系上 后来也就联系不上了 像这种事情本就不光彩 所以被骗后 也没有办法去报警 只能任自己倒霉说话间 出租车跟着柳如烟 到了一家广场 柳如烟的车子刚刚停下 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男人 快步跑了过去 两个人的样子 十分亲密 看到这我火冒三丈 留下一百块钱 快步下了车 柳如烟也很亲近 但与之前那个男人却差了很多 我看了一会儿 在其中并没有看见 王小静的身影 为了不被发现 我带着司机大哥给的口罩 又找了一家帽子店 随便买了一个鸭舌帽带上 除此之外 我又买了一件风衣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还真看不出来什么 不过总是感觉怪怪的 跟电视里的那些特务 长得特别像 看来还是不够专业 我跟着几人进了广场 正如柳如烟所说 几个人找了一家餐厅用的早餐 之后在广场内到处溜达 说实话 我最反感的就是逛商场 在我看来 这纯属是浪费时间 可是柳如烟则不然 他认为这是一种享受 我跟了一上午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只觉得那个先前 跟他拥抱的男人 跟柳如烟很亲近 而且似乎柳如烟 对他也比较依赖 中午的时候 我找了一束隐蔽的地方 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 简易问候了两句 他倒是没有说谎 这让我心里平稳了很多 下午的时候 我实在是太累了 感觉整个人透着似的 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 可是还没休息一会 我发现我竟然将人跟丢了 在商场里找了一圈 他们那几个人 我一个也没有找到 第一次跟踪 以失败告终 看来这种事情 还真得请专业人员 像我这种初来乍到的 恐怕就算跟半年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百无聊赖的往前走 无意间看到了一家数码店 在附近商场 我找了一家数码店 买了录音笔和电话卡 这倒是提醒了我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现在的行为属于违法 确切地说是侵犯他人隐私 一旦被我老婆 和那个王八蛋知道 很有可能会告我一个侵犯隐私 到那时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会惹得一身骚 所以现在我需要一张 新的电话卡 最好是那种不实名的 到时候就算发现了一场 也查不到我头上 想到这 我迈步走进了小店 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刚走进店面 一个精神小伙快步跑了过来 我想看看电话卡 听我要办理电话卡 小伙连忙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走到柜台前 小伙很有耐心 开始一个个为我介绍 连通移动电信这里都有 甚至还有卫星电话卡 这倒是令我很意外 不过介绍了一圈 并没有我想要的那种 小哥 你这里有没有那种 不用实名的电话卡 店员一愣 随后露出一副我懂得的笑容 先生 您要的那种电话卡 我们这里有 不过就是稍微有点贵 我看了眼小伙子 再贵也得有个价钱吧 价钱合适的话 我多买两张 如果价钱不合适 我再到其他店里去看看 听我这么一说 小伙子得意的表情 显得有些失落 先生 不怕你不信 在这一片这种电话卡 我们家是最便宜的 我没有回答 只是笑了笑 我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如果连这种鬼话都信的话 那我早就死透了 先生 这样吧 电话卡150一张 里面我送你150块钱的话费 外加500克的流量 我抬头看看小伙 如果我在你这里买两部手机 你是不是应该赠我两张了 小伙子听到这 原本失望的脸 瞬间变得无比兴奋 一张手机卡 就算挣也挣不了多少钱 可是手机则不一样 那当然 先生买手机 电话卡我免费赠送 套餐和我刚才说的一样 为了方便 我买了一款双卡双带的手机 虽然看上去很廉价 但是对于我来说足够了 你们的录音笔怎么卖 听我问起录音笔 小伙子的动作先是一顿 不过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指着我看的那款录音笔介绍 先生 这款录音笔 是我们这里最普遍的 而且很容易被发现 如果你有特殊需要的话 我们这里还有更高端的 没等我说话 小伙伸手从柜台的角落里 取出一个礼盒 推到了我面前 先生 您别看这录音设备小 它的功能异常强大 不但可以录音 还可以录像 而且像素异常的好 录制的视频 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云端的 只要您的云端够大 你想录多少就录多少 像您这种私家侦探 佩戴这种设备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探马的 不但可以录音 还可以录制视频 而且还可以同步到云端 如果正让我碰到 那对狗男女私通 把音频录制下来 到时候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有利的证据 不过 这名店员把我当成 那些人见人恨的狗仔 我都想抱起打人 多少钱 先生 不瞒您说 有点贵店员伸出两根手指 在我眼前晃了晃 见我有些犹豫 店员连忙又补充了一句 先生物超所值啊 这东西绝对是你成名的利器 我拿着成名利器出了商店 说实话 这东西多多少少还是心疼了一下 不过 这东西携带起来倒是挺方便 与身上的扣子装在一起 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除了店面 我找了一条长椅坐下 按照实现店员的介绍设施 还别说 这东西确实可以 在黑夜中的像素竟然无比清晰 而且听了听声音 也不错 试用完之后 我将其装在了身上 恨不得现在就去搜集柳如烟 与那个肩负的证据 可是想一想还是算了 毕竟现在很多事情还没有头绪 如果就这样贸然去调查 再去捉拿对方的罪证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压下心中烦乱的思绪 简单收拾了一下 回到别墅 路过保安室 我特意看了一眼 那个答应我调取监控的保安小哥并不在 看样子他还没有上岗 我刷了门卡 说明情况 开车进了小区 进了别墅 发现柳如烟还没有回来 看看时间 现在是晚上六点左右 正式吃饭的时间 现在没有回来 恐怕就不会再回来吃饭了 虽然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出于礼貌上的关心 我还是打了一个电话 柳如烟正在和他那些朋友吃饭 可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听到吃饭时该有的声音 尤其是柳如烟的声音 显得很不对劲 声音有些紧张 呼吸有些粗重 很像是在床上的声音 这令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在什么地方 周围怎么这么安静 我在卫生间 怎么了 不怎么样 感觉你用餐的环境比较好 想必是一家比较不错的餐厅 下次有生意伙伴过来 正好可以选择这家柳如烟有些慌 这家餐厅并不怎么好 服务员的态度十分恶劣 我劝你还是不要带着你的朋友过来 我心里一阵好笑 是餐厅的服务态度不好 还是这婆娘根本就不在餐厅 而是在某个酒店 正在与他人放纵 是吗 那还在那里吃什么呀 我这就去接你 顺便请你的那些朋友去吃大餐 正好我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见见你的那些朋友柳如烟听完我的话 明显更加慌张 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你来干什么 不用了 我们都快吃完了 他们正在收拾东西 我出去就走了 你别过来了 我我有一个同学正好从咱们住的地方路过 我让他带我一下就好 我假装很高兴 你替我谢谢你那个同学 就说一会儿过来坐一会儿 我去给他泡茶 我嘴上说的客气 可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根本没有动 刚才的话只是一种试探 如果柳如烟真的没事 那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将他那同学带回来 至于那同学是男是女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谁没有两个异性朋友 谁没有两个异性同学 包括我在内 异性的朋友和同学加在一起都得上百位 不用了 他家里有事 很忙 说把我放在附近就回去 果然有问题 如果他同学家里真的有事 怎么可能还会跟他们在一起玩呢 正明白着就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不等我说话 柳如烟直接挂断了电话 转眼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可是依旧没有见到柳如烟的身影 我待在别墅里百无聊赖 越呆心越烦闷 拿上手机关上门 转身出了别墅 既然等不到柳如烟 那我倒不如到保安室 找那保安小哥看看这几天监控里的录像 来到保安厅 透过窗子向里看了看 之前跟我约好的那个保安小哥果然在里面 我没有客气 推门走了进去 这一下将保安小哥吓得不轻 好险没从椅子上栽下来 哥 怎么会是你啊 吓死我了 保安小哥一边说 一边将自己的手机塞在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可是那女人咿咿呀呀的声音听得特别真切 保安小哥很是尴尬 赶紧收拾起来吧 这种小电影还是回去看的好 今天你是遇见了我 如果遇到你们经理 恐怕明天早上你就得卷铺盖卷滚蛋了 保安小哥尴尬一笑 连忙从抽屉里拿出手机将小电影关闭 哥 这边坐保安小哥拽了一把椅子请我落座 为了拉近关系 我走的时候特地带了二斤龙虾过来 小兄弟 这是刚做好的龙虾 你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 哥 这龙虾得有二斤多吧 这一个得多少钱呀 保安小哥说着就要伸手去拿 兄弟 你还是去洗洗手吧 顺便把地上的卫生纸打扫打扫 保安小哥看着丢在角落的卫生纸 赶忙放下手中的龙虾 拿起扫帚快速收拾起来 一边帮我调取 这几天我租领别墅的监控 我记得柳如烟是这个月三号入住的别墅 所以我请保安小哥将监控调到了这个月的三号 并且给出了我们通话的时间 可奇怪的是 在监控里我并没有发现柳如烟的身影 柳如烟当时跟我说 他到了别墅 可一整天都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七天只有两个外卖小哥经过别墅 大包小包 看样子是给里面的人送餐的 通过监控显示 柳如烟根本没有住进别墅 那这些东西又是给谁送的呢 小兄弟能不能把监控往前再吊一天 保安小哥吃走的龙虾 抽走的烟自然不会拒绝 将时间调到了二号 在二号的中午 我看到了柳如烟的身影 我记得清楚 柳如烟是三号给我打的电话 当时说娘家那边有几个同学约他去玩 推脱不下 答应了对方 而现在看来 他给我打电话时已经到了 那么也就是说 与其是商量 不如说是先斩后奏 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 跟柳如烟的年纪相仿 而且这个男人我见过 就是在广场跟柳如烟 十分亲密的那个男人 如果说在广场的时候 两个人是亲密的朋友 那么现在看上去 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或者说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兄弟 这个人进小区的时候 有过登记吗 保安小哥抹了一把嘴上的油渍 应该有吧 每个进入小区的人 都是有记录的 我去看看保安小哥离开后 我将监控里面的 那个男人的长相 照了一张照片 存到了手机里 随后我将速度调到了最快 从柳如烟入住别墅 到我来到这里的这几天时间 这个男人出现十分频繁 似乎他才是这栋别墅的男主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正在测试保安小哥 拿着登记表递给我 兄弟 上面登记的是一个 叫于和伟的男人 我听到这个名字 眉头微肿 于和伟 这个名字似乎我从哪里听过 但一时想不起来了 这时 监控画面中再次出现了 柳如烟和那个男人的身影 监控里听不到声音 不过看两个人的举动 柳如烟似乎像是在抱怨什么 虽然是在抱怨 可以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而那个男人满脸陪笑 时不时将手塞进柳如烟的裙子里摸两把 搞得柳如烟笑骂不断 保安小哥见我脸色难看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可画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强压着怒火出了保安室 大步留心进了别墅 刚进别墅正好看见柳如烟和王小静 坐在沙发上交头接耳 不知道在说什么 不过看那样子很是隐秘 生怕别人知道是的 这不是小静美女吗 一年多不见 长得越来越漂亮 过来怎么不把你男朋友带上 我们好认识认识 喝两杯王小静听到我提到男朋友三个字 明显愣了愣 不过很快反应了过来 她很忙的 等下次有时间我把她带来 到时候你可得好好招待招待我们 那还用说 你是如烟最好的闺蜜 换句话说如烟是你的娘家人 你带男朋友过来 我们自然要好好招待 王小静对于我的回答很是满意 尤其是在我说出娘家人这三个字的时候 王小静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 每次见面都唠叨个不停 而这次却恰恰相反 只坐了一会儿 便借口有急事要离开 我客气了几句 将她送出门口 可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看见她的车 她给我的解释是 车被男朋友开走了 一会儿过来接她 可在门口等了半天 不要说车 连个车影子我也没看见 对于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过多追问 现在柳如烟出轨的事情 已经成了事实 我也没有必要再去追究 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换句话说 现在我只要想跟柳如烟离婚 只要将监控录像 全部保留下来就可以 可是我不想就这样 轻易放过这对狗男女 当年与柳如烟结婚 我一无所有 为了给她凑彩礼钱 我父母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 而我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 整天没日没夜拼命工作 几次由于过度疲劳 险些没死在岗位上 也许是我的真心打动了上天 事业也开始渐渐好转 后来我才开了现在这家公司 除了我对柳如烟这些付出 她家里这几年所有的开销 都是我在花钱供给 她父母现在住的房子 弟弟开的车子 每个月的生活费 还有平时的一些医疗费 以及其他费用 全部都是我给的 她父亲好赌 每次赌输了都会给我打电话 我一边给她擦屁股 一边还要瞒着她的家里 她弟弟更不是什么好东西 整天泡在酒吧里 跟那些夜场女子鬼混 迫事更多 今天不是这个女孩子怀孕了 明天就是那个女孩子要礼物 一般的送礼物也就算了 再说搞对象哪有不花钱的 这一点我理解 可她弟弟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 每次送的礼物不是名包 就是名表 少得几十万 多得上百吧 有次我找到她 将她狠狠训斥了一顿 可她弟弟回到家里 却各种的恶语相向 为了这件事情 柳如燕的父母还特地找了我一次 并且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 将我狠狠骂了一顿 骂得语言难听至极 比大街上的那些泼妇 有过之无不及 我心里恼火 可看在柳如燕的面子上 我还是忍了下来 从那件事情之后 她弟弟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而我变成了老柳家的踢管机 只要稍有不顺 或者是没有及时到账 我忍了又忍 压了又压 可现在 柳如燕既然被弟弟给我戴上绿帽子 我怎么可能轻易找她 怎么可能轻易就这样放过他们 我要将我所有的付出 全部一样一样拿回来 让他们知道离开我 背叛我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送走王小静 我拉着柳如燕的手回了别墅 今天去跟哪个老乡好的约会了 对我突如其爱的询问 柳如燕脸上闪过一丝金色 你说什么呢 我今天只是跟几个老同学出去逛街了 柳如燕虽然表现得极为自然 可是我还是在她眼中 看到了一丝不安和黄恐 她脸上的金色一闪而过 然后笑得花枝招展 我不在的这几天 除了你以外 还有其他的男人经过别墅吗 当我问出这句话时 柳如燕的脸色明显比刚才更加紧张 甚至还有一丝丝恼羞成怒的意思 你什么意思 什么其他男人经过别墅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板着的脸突然笑了 开玩笑的 我今天在找拖鞋的时候 发现了另外一双男士拖鞋 听我这样一说 柳如燕好像松了口气 一双男性拖鞋怎么了 没准是上一批租客留下来的呢 整天一惊一乍的 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柳如燕又恢复了往日的刁蛮霸道 那你也不应该回来这么晚啊 现在社会多乱 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 我抽出一颗烟 坐在沙发上 不再言语 老公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见我不高兴 柳如燕凑了过来 可她不知道 我正在琢磨下一步的计划 放心了 都是女同学 之前跟我关系好的那几个男同学 早就不联系了 而且现在在这座城市的 也没几个 有的成了家老不管的警 有的忙得要命 根本没有时间出来完 柳如燕搂着我的脖子 不断解释 可是她越是解释 露出的马脚越多 我顺势将她按在了沙发上 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可我的心却沉到了海底 之前遇到这种事情 她从来不会解释 更不用说搂着脖子 说着情话 如燕 要不咱们也买套装试试 我感觉那东西挺有意思的 听到这话 柳如燕一把将我从身上 推到一旁 买那东西干什么 穿起来一点也不舒服 而且 柳如燕话说到一半 赶忙闭上了嘴巴 显然是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可一时半会儿 又找不到合适的辩解理由 既然你不喜欢 那咱们就不买那些东西 晚上咱们就做点正常的 我再次将它搂进了怀里 可柳如燕却以逛街泪为由 推到了我的盛情邀请 不过这也正合我的心思 现在如果让我真的跟她 像先前那样翻涌 我还真嫌她脏 我坐在沙发上想了一夜 现在除了要报复 更重要的是 保住我现在所有的资产 第二天一早 柳如燕依旧像昨天那样 早早起来熟悉打扮 今天还去跟你那些同学玩吗 当然了 我这次回来都跟他们约好了 柳如燕苗眉眉画眼 随口应付了一句 真够忙的 我随口甩下一句 随后出了别墅 今天早晨在吃早餐的时候 我抽空找了一名律师 其主要目的 还是离婚后 有关于资产分割的问题 我找的这名律师 竟然是个女的 人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看上去十分干练 见面后 我邀请她进了一家咖啡厅 点完咖啡后 我将我的事情丝毫没有隐瞒 全部向她做了叙述 但是所得到的结果 却不怎么理想 根据律师所说 目前我所掌握的情况 不能算作直接证据 就连佐证都算不上 只要柳如烟一口否认 她不但可以分走 我一半的财产 而且还得对她 做出相应的赔偿 这种情况怎么可能 我绝对不能 让这种情况发生 便宜了那对肩赋外父 我与柳如烟结婚这么多年 对她的性格十分了解 如果有一天 真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她绝对不会承认 甚至还有可能会反咬一口 田律师 那我应该拿到什么样的证据 才能保住我的财产 我放下咖啡杯 直接开口 田律师微微一笑 有些话我们律师 是不应该说的 不过看在这杯咖啡的面子上 我告诉你四个字 这句话是我本来烦躁的心 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或者说是重新看到了希望 田律师 哪四个字 发酵说实话 我没明白 我继续等待她后面两个字 可等了半天 一个字也没等出来 田律师 后面那两个字是什么 没了不是说四个字吗 发酵说两遍 不就是四个字吗 我一头雾水 不明白她的意思 田律师 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这发酵怎么讲 我以为这娘们会给我解释清楚 可没想到她只是一笑 随后丢下我一人 起身离开的咖啡厅 我一个人坐在咖啡厅 坐了很久 这娘们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的 看着事情继续发展吗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头顶上的这顶绿帽 还得戴多久 如果事情闹大的话 还好说 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那么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亲自将事情闹大 或者说推波助澜 打定主意 我拨通了一个老朋友 陆康的电话 在很长一段时间前 我们一次闲聊中 说起各自的妻子 据她所说 她老婆跟柳如烟 曾经是高中同学 但是关系似乎并不怎么好 虽然关系不好 但是并不妨碍 对当年的事情有所了解 只要他们愿意 将当年的事情告诉我 我便能从这些事情中 找到蛛丝马迹 之后将事情再度扩大 林周 你说的那个叫于和伟的 我认识我精神一阵 老大哥 这个叫于和伟的 你真认识 我当然认识 这小子是做房地产的 曾经跟我老婆 也是高中同学 听到房地产两个字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在我跟柳如烟结婚后不久 柳如烟的父母 天天叫喊着 不想住在农村 非要搬到市里面住 当时给我们推销房子的 就是一个叫于和伟的男人 他爷爷的 看样子这对狗男女 在多年前就不清楚了 都怪我 一直忙于工作 没有心思去照顾家庭 如果多关注一点 恐怕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可是现在知道了 又能怎样 自己脚上的泡 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尽量挽回损失 之后送那狗男女上路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应 老大哥 如烟跟这个于和伟 是不是也认识 我只是想试试 看看能不能从路康这里 得知一些有关于柳如烟 和那个叫于和伟的事情 老大哥似乎对我的话 并没有起什么怀疑 林老弟 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实话告诉你吧 柳如烟和这个叫于和伟的 在高中时候 可是一对青梅竹马 我们本以为 这两个人大学毕业后 肯定会在一起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两个人竟然分手了 后来有人说是柳如烟家里不愿意 嫌弃于和伟家里 从这才将两个人强行拆开 也有的人说是柳如烟 找到了一个大款 这才甩了于和伟 没过多长时间 便传出柳如烟要结婚的消息 我听到这脑子里所有的事情 一下子全部连在了一起 我认识柳如烟 是在毕业后不久的 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上 因为他长得漂亮 很多人都喜欢他 我也不例外 义无反顾成了他的舔狗 都说舔狗没有好下场 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只要真心付出 总会有回报的 我追了他大半年 在这半年里 对我不冷也不热 几次表白 他也没有拒绝 当然也没有同意 只是找借口搪塞我而已 当时我认为这是女生矜持 所以并没有在意 后来因为他生了一场大病 我在医院整整照顾了他两个月 出院不久后 我们便走到了一起 很快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当时我以为是我真心打动了他 我还想曾经劝导我那几个朋友炫耀 可现在看来 柳如烟之所以得病 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娘家 不同意他与余和伟的婚事 为了应付娘家 他这才选择了跟我在一起 而我顺理成章成了接盘侠 而柳如烟和余和伟走到今天这一步 并不是偶然 而是旧情复然 老大哥 余和伟现在结婚了吗 当然结婚了 在柳如烟结婚不久 他就找到了另一半 据说是一个房地产大老板 他这些年之所以混得风生水起 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 坐到了经理的位置 最近听说他老婆 还要出资给余和伟 要开一家什么公司 具体的我不清楚 我忍不住问 老大哥 知道是哪一方面的公司吗 这个不清楚 好像跟什么借贷有关系 后来好像由于资金不够 公司没有开成老大哥说完 有些犹豫有什么事情想问 但又不好开口 最后 老大哥实在憋不住了 林州 你问余和伟问的这么详细 怎么是想给他的公司投资吗 我显现没笑出声来 投资 我恨不得杀了他 没有 我只是涉及到如烟的事情 就想多问一点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 在陆康老大哥这里 除了得到余和伟和柳如烟 是高中的恋人 还有余和伟现在的家庭情况 除了这些一无所获 如果说何可以利用的 只有余和伟的家庭情况 也就是余和伟的那个 搞房地产的老婆 可是现在拿着手中 现在掌握的证据去找他的老婆 显然不太现实 虽然余和伟和柳如烟 有轻易举动 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问题 他们最多大吵一架 娶过老婆的人都知道 老婆靠哄 只要找对方法 再大的事也不是事 如果余和伟用花言巧语 将他老婆哄骗了过去 那么接下来麻烦的就是自己了 以柳如烟的性格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 甚至很有可能 会利用此次机会 与我提出离婚 之后顺理成章 分走我一半家产 去与他的肩夫一起享受生活 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了想匆匆回到家中 打开电脑 经过一阵筛选 找到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 跟我对接的是一个叫唐冲的人 我将情况和我的目的说完 对方竟然一开口 就向我索要十万块 虽然这点钱对于我目前来说并不算什么 可是这也太他妈贵了 老板 价钱听起来是贵了点 可是你别忘了 你要的那些东西可不好弄 一旦被人抓到 我们不但要吃官司 没准还得被人独打一顿 换句话说 能不能有命回来都未必我想了想 这样吧 我先付你五万块钱的定金 剩下的五万事成之后 我再支付给你 老板 这个 唐冲似乎还想说什么 却被我开口打断 唐先生 我找到你们公司也是一种缘分 但是缘分这种东西 要知道把握我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以唐冲的经验 应该知道我话中的意思 你们不行 我就换别人 老子有钱 用谁都是有 好 老板既然开口 那就先付一半定金 之后还麻烦老板 将手里的资料发给我 得到资料后 我们会立即处理 我没有犹豫 放下电话 将手中现在所掌握的资料 全部发到了对方的邮箱里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我得不到这对肩负外付的 实质性视频或者是证据 可并不带等那些私家侦探 也得不到 等我再次回到别墅的时候 发现柳如烟已经回来了 正坐在沙发上 摆弄着手机 看样子心情很不错 今天玩得开心吗 我洗了一个梨子递给他 还行吧 就是几个同学坐在一起 聊聊这些年的往事 你还别说大家这些年 变化挺大的 不知道他是编的 还是却有此事 滔滔不绝地一直说到了凌晨 好了 不说了 我去洗个澡 明天还得出去呢 我像往常一样将水给他热好 随后进了卧房 耳朵听着浴室里的水声 脑子里想着接下来的计划 时间不长 柳如烟走了出来 刚刚坐到床边 我伸手一把将他搂进了怀里 宝贝 我们要个孩子吧 以后再说吧 今天太累了 他将我一把推开 我装出一副很是失落的样子 今天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那边有一个大单子 需要我过去一下 听完我的话 柳如烟的动作稍稍顿了顿 估计多长时间 最少也得十来天吧 听到这柳如烟的嘴角 明显闪过一丝兴奋的笑意 虽然这次笑意 他已经极力克制 可是还是被我看在了眼里 第二天一早 我简单的收拾了两件衣服 转身出了别墅 这辆车子留给你吧 你出去找同学玩也方便 省得总跟人家聚集地铁 我把家里的车钥匙留给了柳如烟 柳如烟接过钥匙很是高兴 我开的这辆车 虽然不算是什么好车 但是用来撑面子足够了 老公 你真好柳如烟抱住我 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口 你是我老婆 我当然要对你好 不过你得送我一趟 否则就赶不上飞机了 柳如烟愣了愣 看那样子似乎并不怎么愿意 但是为了让我尽快离开 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车子开出小区的时候 我在旁边的水果摊 看到了一道身影 此人四十多岁的样子 一脸的憨厚 可在那憨厚的表皮下 却透着精明强干 还有一丝丝狡诈 车子一路急迟 很快变到了机场 我并没有催促柳如烟离开 老婆 最近多注意休息 别玩得太累了 知道了柳如烟对我的叮嘱 很是厌烦 随口答应了一句 时间上午十点 我验过机票 准备登机 柳如烟向我告别 十一点 飞机准时起飞 而我则换了一身服装 出了机场 打车再次回到了别墅 当然 我并没有回别墅 而是在别墅对面的一家酒店 住了下来 取了房卡 进了房间 打开窗子 对面正好是我租赁的那套别墅 虽然有些远 但是却能看得清清楚楚 按照我的推测 我离开后柳如烟肯定会带着鱼和尾住进别墅 我拽了一把椅子 坐在阳台上等了整整一个下午 可出乎预料的是 我什么也没有等到 不要说柳如烟和鱼和尾 就连我留下的车也没有出现 估计现在两个人应该是在外面还没有完够 可是我一直等到了凌晨 依旧没有见到两个人的身影 别墅内一片漆黑 两个人应该还没有回来 一直等到第二天天明 也没有看到两个人的身影 别墅内依旧一片漆黑 这令我很奇怪 我洗了一把脸 随后拨通了唐冲的电话 老板 多亏了你留下的车子 否则这次还真有些麻烦 什么意思 我眉头紧皱 不瞒您说 你和夫人走后 我带着你事先留给我的要时间的别墅 将事先准备好的微型监控器安装好后 退出了别墅 本以为这两个人今天晚上会回来 可没想到 他们今天竟然住在了外面 如果不是你留下车 我们一时半会儿 恐怕还真找不到两个人的位置 我懒得去听这些没有用的 我要的东西到手了吗 唐冲一笑 老板 我们是专业的私人侦探 可毕竟也是人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过您放心 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就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 随后又嘱咐了两句 这才挂断电话 本以为凭借我自己的能力 能尽快找到一丝有利的证据 可没想到白白忙活了一场 一天一宿没睡觉 累得跟个孙子似的 我洗了一个澡 叫了一份早点 吃了之后 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可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微信有一条未读信息 打开后竟然是一段视频 视频里面是柳如烟和于何伟 在商场内逛街的情景 两个人十分亲密 就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唐先生 你这是在刺激我吗 这种视频能当作证据用吗 我发完消息 很快唐冲便做了回复 老板 您消消气 您看看这个唐冲回复完消息 很快又发来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足够炸裂 甚至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从来没有想过柳如烟 还有如此疯狂的一面 视频中的男女异常疯狂 甚至比东京还要热 两个人从晚上八点 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天明 柳如烟穿着性感的蕾丝 不断向于何伟所求 于何伟也不吝啬 每次所求都会尽量满足对方 按照那名律师的说法 目前我所掌握的证据已经足够 只要我愿意 我随时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离婚 可是这样 太便宜这对狗男女了 为了不引起柳如烟的怀疑 我像往常一样 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嘘寒问暖 老不玩的开心吗 当然 就是有点累听到这 我感觉一阵恶心 一夜没休息 能不累吗 怎么没把你这对狗男女累死 开心就好 我刚才在网上给你订了一份丰盛的晚餐 估计差不多再有一个多小时 就能送到柳如烟听到这明显愣了愣 什么晚餐 我不是怕你在外面吃不好吗 所以特地在附近一家酒店 订了一份酒宴给你送过去 一会儿接受一下就好 钱我付过了柳如烟没有说话 怎么不喜欢吗 不是不是 我现在在外面 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没关系 我让他们推迟两个小时送 柳如烟显得有些迟疑 不过又不好推辞 行 两个小时后让他们送来吧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 这才挂了电话 我之所以订购一桌酒席送过去 并不是犒劳 而是想将他们调回别墅 别墅里到处都是堂冲事先安好的监控 只要他们进别墅发生事情 无论是在哪个角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这样可比酒店方便多了 至于他们这次为什么选择了酒店 而没有选择别墅 我猜测是因为他们怕我突然出现撞破他们的好事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这次离开是故意给他们留够充足的空间和时间 让他们尽情享受这最后的疯狂 两个小时后 柳如烟开着车 带着于和伟果然进了别墅小区 时间不长 我先前订购的酒席送到了别墅 老公 你给我准备的吃事 我收到了 谢谢 想你哦似乎像是为了让我放心 柳如烟还特意拍了几张照片给我 我回复了一句爱你 随后联系唐冲调取别墅内的监控 之后做成视频全部存留了下来 随着时间柳如烟和于和伟渐渐放松了警惕 他们不再去酒店 每天都生活在我给他们租赁的别墅里 要多惬意 有多惬意 一日三餐 我每餐都会准时派人送到别墅 为了给他们补充能量 特地准备了一些生蚝以及一些特殊的食物 这些食物虽然比不上药物 但是效果也不错 每天晚上两个人都会搞到深夜 甚至是第二天天明 看着视频里两个人相对而做 享受着我为他们准备的烛光晚餐 心里不知道为什么 竟莫名其妙地不再愤怒 有的只是旁观者的冷漠 第七天 于和伟似乎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柳如烟穿着睡衣 将他送出别墅 亲吻告别 两个小时候 唐冲那边发来消息 我这才知道 于和伟突然离开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他那房地产富婆媳妇 唐先生 有关于于和伟的妻子调查清楚了吗 我刚发完消息 唐冲那边很快发过来一份文件 文件内容不多 可将于和伟的妻子的简历 介绍得清清楚楚 张小燕54岁 知名女企业家 现在的公司是与前夫一起创办的 后来她的前夫应并去世 将所有的家产留给了她 两人身下没有儿女 张小燕54岁 于和伟31岁 两个人差了20多岁 刚刚看完张小燕的简历 唐冲又发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 我看了 都感觉恶心 说出八戒的二嫂长得不像人 这女人长得更不像人 满脸的横肉 不 不应该是满脸 应该是满身 看样子一米五六的个子 胖得像是个水缸 看来于和伟之所以愿意娶她 完全是为了图张小燕的财产 否则就这样的女人 恐怕倒贴都没有人要 有这个女人的联系方式吗 看完照片 我随口问了一句 唐冲没有回答 直接给我发了一个电话号码 除了电话号码以外 还有一个微信 微信头像正是张小燕 不用问 这个电话也应该是她的才对 唐先生有没有办法 将我们现在所有的视频 发到网上 唐冲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 当得知我真正的目的后 唐冲给我发了一个 大拇指的表情 老板没问题 明天一早 我就让于和伟所认识的人 全部都看到这些视频 你确定 当然不瞒您说 这种事情不止老板 你一个人提过 其他的老板也有这样的要求 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 心里突然平衡了许多 没想到跟我有样 遭遇的男人有这么多 唐先生 看来你们的生意不错啊 听我调侃 唐冲一阵苦笑 老板说笑了 我们这也是踢天行道嘛 不过话又说回来 虽然是踢天行道 但是我们也得活着不适 经过一点时间的接触 我对于这个唐冲的性格 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见他又要跟我提前 我连忙岔开了话题 唐先生 有关于视频外放的事情 先放一放 唐冲听我突然停止计划 误认为我嫌价格过高 老板 先前的价格 我们不是都谈好了吗 怎么突然又改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看得出 唐冲对于这份买卖很在乎 我没有取消 我只是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等我的计划实行完 你再将视频 发到余和伟的人际圈里 听我这么一说 唐冲总算松了口气 老板 不知道您的计划是什么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您放心 帮忙的事情 我们是不收钱的 算是我赠你的 怎么样 不用 你只需要将那对狗男女的视频 录制下来 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对了 把别墅内的监控ID 分享给我 听我要别墅里的监控ID 唐冲忍不住劝了我几句 老板 监控ID就算了吧 有些东西你看见了会受不了的 有什么受不了的 你发给我的小视频还少吗 我的话将唐冲问得哑口无言 那好吧 您一会下一个云视影之后 我把ID告诉你 你连接一下 就可以看见别墅里的监控挂断电话 唐冲那边很快 便将监控的ID发了过来 我按照他的指示进行安装 时间不长 我便在手机里 看到了别墅内的情景 此时 柳如烟穿着一件吊带睡衣 侧躺在沙发上 看样子都是柳如烟最爱吃的 由于唐冲安在别墅里的监控 都是最先进的 不但可以进行监控 而且还可以录制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监控竟然还有声音 柳如烟和于和伟在别墅里的谈话 我这边听得一清二楚 公司里发生什么事了 非回去不可 害得我等了你一天 于和伟听柳如烟询问 伸手一把将其抱在怀里 坐到了沙发上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几个小弟惹了点事情 对方非要见领导 而且还要投诉 我没有办法 只能回去看一看处理完事情 我本想马上回来陪你 可没想到 既然碰到了我们老板 没有办法 我又跟老板坐了一会儿 谈了谈最近的工作情况 柳如烟依靠在于和伟的怀里 一边吃着于和伟给他买的零食 一边仔细听着 时不时还会说上几句 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待遇 从我跟柳如烟结婚以后 不管是我上班还是开公司 他从来没有问过 有时候两个人坐在一起闲聊 说到公司的事情 或者是工作的事情 柳如烟都极其反感 看来我这个正牌的丈夫 还不如他的肩肤 我真想不明白 我灵州到底哪块不如于和伟 论身高论长相 我虽然算不上高富帅 可总比于和伟强得多 如果论经济的话 于和伟更是输得一败涂地 他现在只不过是一家公司的小小经理 怎么能跟我一个老板比 可就是这样 柳如烟居是那么的喜欢他 真是于找于 虾找虾 乌龟找个大王八 不是一路人 永远走不到一起 两个人正说的高兴 我为他们点的晚餐送到了 你的老公对你还真是体贴啊 每天都是这个点送来 而且还这么丰盛 于和伟一边吃着 我给他特意点的生蚝 一边看着柳如烟调侃 怎么 你吃醋了 如果你吃醋了 那我明天就不让他给我点了 到时候我们就出去吃 反正他给我点的这些东西 我也不怎么爱吃 于和伟听到这 连忙将嘴里的生蚝吞了进去 爷呀 这东西你不爱吃 我可爱吃啊 告诉你这桌东西都是大不知物 我每天消耗那么大的体力 怎么也得补补吧 否则怎么能满足你呢 于和伟擦了擦手 随后将狗爪子 伸进了柳如烟的衣服里 两个人吃完饭 在我为他们租赁的别墅内 又是一阵翻云覆雨 第二天 我冒充一家房地产皮包公司 联系了一下张小燕 其说此事 我有一片地皮 需要开发 大概能建造六个小区 寻求张小燕的合作 六个居民小区 在地区性的开发商眼里 那绝对算得上一块肥肉 文件发到张小燕的公司里 很快得到了重视 一个自称总经理的人 很快联系到了我 我以身份不对等为由 要求张小燕来见我 那个经理虽然不满 但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说向上级汇报 大概到中午的时候 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我看了一下号码 正是唐冲给我张小燕的手机号 看到这 我心中一阵冷笑 好戏就要开始了 喂 你好 我是青阳建筑的张小燕 请问您是赵老板吗 我用的是假信息 所以张小燕称呼我赵老板 张小燕说这一口地方话 很是客气 对于房地产开发这一块 我大学毕业后干过一些 所以对其中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所以在双方谈话的时候 并没有露出什么马脚 谈话中我透露 我现在就在云州出差 张小燕得到这个信号后 邀请我吃饭 我并没有答应 而是以工作繁忙为由 直接推掉了 如果现在答应 很有可能会引起张小燕的怀疑 下午三点 张小燕再次给我打电话 发出邀请 张老板 实在不好意思 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听到我再次拒绝 张小燕显得有些紧张 赵老板 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出来做做 我们云州有好多名胜古迹 我陪您转一转 就算生意不成 我们也能交个朋友嘛 我见火号差不多了 这才说话 这样吧 张老板今天晚上八点 我在别墅举办了一场朋友聚会 来的都是一些商业人士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过来张小燕听了很高兴 连忙答应了下来 晚上八点 我租赁的别墅内灯火通明 于和尾柳如烟两个人吃完 我为他们预定的晚餐 在客厅里缠棉细雨 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 我特地安排唐冲 在于和尾两个人的饭菜中 弄了点特别的东西 不得不说 唐冲确实是个多面手 往食物里放东西 两个送餐的服务生 愣是没有察觉出来 吃了我的特别晚餐 于和尾今天像是打的鸡血似的 抱着柳如烟连卧室都没进去 这也正好符合我的用意 看时间 马上到八点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如果现在于和尾中场休息 事情就不好办了 正在我紧张的时候 一辆奥迪A8驶进了小区 随后停在了我租赁的别墅前 车子停稳 一个胖大的中年妇女 在两名保镖的陪同下 拎着包裹进了别墅 正常来说 别墅门是锁死的 可我让唐冲拿着钥匙 提前将别墅的门打开了 由于于和尾两个人 之前并没有防备 被张小燕抓了个正招 张小燕本就不是一个善茶 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 正抱着一个别的女人 在客厅里翻云覆雨 大骂一声 丢下手中的礼品 像是风味一样扑向了两个人 此时 柳如烟和于和尾两个人 一不遮体 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尤其是于和尾 当她见到张小燕时 整个人都傻了 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老婆 你听我给你解释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不等于于和尾辩解 张小燕一坐 直接将其扑倒在地 老娘给你钱 你出来给老娘养小三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不是说这两天来的大客户吗 这浪提子就是你的客户啊 生意谈得怎么样了 谈得不错吧 张小燕骑在于和尾身上 一边骂 一边抡起巴掌 抽 正常来说 于和尾想翻身完全不是问题 可看那意思 他根本不敢 双手抱着脸一个劲的求饶 这时候沙发上的柳如烟 也反应了过来 伸手将沙发垫拽在手里 躺在身上 你们是什么人 再不住手 我报警了 柳如烟说着就要去拿自己的手机 没想到 还不等手碰到手机的时候 张小燕的两名保镖 站在他身前 柳如烟吓得一哆嗦 连忙抽回了手 报警 一个狐狸精勾引有福治夫 你还敢报警 我让你报警 柳如烟的举动似乎惹怒了张小燕 张小燕起身推开两个保镖 伸手一把揪住柳如烟的头发 大嘴巴子直接扇了过去 于和尾一看不好 连忙上前阻止 可还没等到张小燕身边 直接被两名黑衣保镖拦在了外围 你们想干什么 给我让开 不管于和尾如何叫喊 两名保镖就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看得出 于和尾在张小燕那里毫无地位可言 短短的十几分钟 柳如烟被打得遍体鳞伤 长长的秀发被张小燕扒落了不少 柳如烟一开始还想还手 可架不住张小燕身肥体胖 两个回合便将她按在了沙发上 这顿胖揍看得我都心惊胆战 于和尾看到柳如烟伤成这样 心疼得要死 你怎么能这样打她 你这样会把她打坏的张小燕心中的怒火 还没有消散 听于和尾这么一说 顿时气的火冒三丈 想亲手上去教训一下这个畜生 可是实在是太累了 你们两个给我打 给我往死里打 张小燕指着两名保镖大声喊道 两名保镖听到这也不客气 拽起于和尾又是一阵胖揍 别墅里杀猪声响彻云霄 就连住在马路对过的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老婆 我错了 别打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于和尾先还狡辩 但后来看着架势 如果她再不认错的话 张小燕真有可能让这两名保镖把她弄死 看着于和尾那狼狈的样子 张小燕一阵冷笑 起身迈步到了于和尾面前 老娘给你钱是让你做生意的 你倒好 你拿着老娘的钱在这里养表子 说你到底在这表子身上花了多少钱 昨天那五百多万对不上账 是不是都花在这个表子身上了 听到张小燕质问 于和尾吓得连忙爬到张小燕面前 老婆 我在她身上一分钱都没花 我没骗你 吃的喝的住的都是 不等于和尾说完 张小燕甩手就是的大嘴巴 你以为老娘是三岁小孩呢 你一分钱不花 那这桌子上的饭菜是怎么来的 老婆 这些饭菜都是她订的 张小燕听到这一阵冷笑 那听你的意思是说是人家包养了你呗 于和尾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点了点头 看到这张小燕的肺都快气炸了 抡起双手 又是一顿胖揍 看着于和尾被张小燕按到地上 再次打了起来 沙发上的柳如烟心疼得要死 最后只有挨揍的份 压着嗓子喊于和尾救命 可此时的于和尾被两个保镖 按着根本动弹不得 除了左一句别打了 右一句我错了 半句有用的屁都放不出来 几个人一直折腾到了后半夜两点多钟 张小燕这才命令两名保镖 拽着于和尾出了别墅 看到这 我计划的第一步完美结束 此时我心里舒服得要死 这几天看着于和尾和柳如烟两个人 天天在我租赁的别墅内享受疯狂 肺都快给我欺炸了 今天张小燕总算替我出了一口恶气 看于和尾被打的那个样子 没有十天半个月 恐怕站都站不起来 而柳如烟也没有好到哪去 头发少了三分之一 脸上都是郁青 身上的抓痕到处都是 关掉手机 我刚刚躺下 那边唐冲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老板 您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唐冲也没有想到 我会让于和尾的老婆张小燕去捉奸 明天早上你把所有的视频 放到于和尾和张小燕的交际圈 让这件事情再度发酵 但是要记住 千万不能将这些视频 发到柳如烟的交际圈里 唐冲答应了一声 对了 于和尾现在在张小燕的哪家公司工作 老板 于和尾并没有在张小燕的公司里工作 而是在市里的一家建筑设计单位上班 好 那你就将这些视频打包 全部发送到于和尾工作的单位 唐冲听到这笑了 老板 这招可够狠的 你这是决人后路呀 唐冲话说到一半 似乎意识到不对 连忙将话又揽了回去 不过对付这种人就要决他后路 破坏人家庭 勾人家老婆 像这种人断他财路 都是轻的对于唐冲这番言论 你看见没有 我装作不知道 老大哥看见什么了 我正在这边谈生意 没时间去看手机听我这么一说 老大哥那边说起话来变得吞吞吐吐 没什么 就是今天有一部新电影上映了 我问你看没看见 我知道这是老大哥在遮掩 老大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兄弟 看你这话说的 咱们朋友一场 我怎么会有事情瞒你呢 不对 老大哥 你一定是有事情瞒着我 被我逼得没有办法 老大哥给我发了一条视频 视频的内容正是唐冲之前发给我的 老大哥发完视频 紧接着便开导我 让我面对事实看看一些 对此 我只回复了一句 老大哥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他的事情跟我在无关系 看到我的回复 老大哥的电话很快又打了回来 兄弟 你真是一个聪明人 不瞒你说 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你嫂子笑有圈都已经沸腾了 甚至有些人还把这段视频做了剪辑 发到了那些颜色 网站上我点着一支烟 深深吸了两口 没想到一段视频竟然传播的如此之快 不得不说这个社会科技太发达了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就会看到这一切 我们两个还没有说完 唐冲的电话便打了进来 老板 您对这次的服务还满意吗 用不用兄弟再加一把火 我一时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这话怎么说 老板 你一直盯着于和尾 可是您怎么把张小燕忘了 于和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经理 可是张小燕则不同 那可是云市的牛逼人物 如果将这段视频 发到张小燕的人际圈里 到时候就算张小燕想放过于和尾 恐怕也没有理由了 唐冲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说吧 多少钱 我知道唐冲接下来肯定会谈到价钱 所以直接将话拉到了主题上 果然看我提到价钱 立马笑了 老板也不多 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保证做的滴水不漏 我没有说话 唐冲的方法确实不错 如果将于和尾和柳如燕的那些不雅视频 发到张小燕的交集圈里 肯定会引起轩然大 不 如果再加上张小燕捉间的那段视频 更会火得一塌糊涂 事情到那一步 张小燕就算愿意原谅于和尾 恐怕也没有理由了 到那时 于和尾只能卷铺盖卷滚蛋 换句话说 他在这座城市没有了立身的余地 就算他换一座城市 重新开始恐怕也不好做 毕竟圈子就那么大 他在云市臭气熏天 难道到别的势里就会好吗 这一点显然不太现实 而我要的就是这一点 可是唐冲开的价码有些高 我要达到我的目的 方法有的是 为什么非要走唐冲这条高价路呢 算了吧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听我打退唐谷 唐冲连忙赔笑道 老板 价钱好说 您打算给多少 一分不给 之前的一万块钱 难道不包括这个工作吗 我的回答令唐冲很是意外 半天没有说话 之前我们确实是这么约定的 现在 唐冲再次提起 只不过是想从中捞点好处 好吧 既然老板这样说了 那就算我赠送老板的 有了唐冲的助攻 张小燕的朋友圈彻底占了 要好的朋友 纷纷打电话过去询问 正如我所料 张小燕在于和尾的花言巧语中 从一开始的决绝 变得缓和了许多 他也明白 在于和尾之前跟他在一起 只是为了他的钱 而这次 于和尾想跟他生个孩子之后 放弃所有工作 做一个家庭男主妇 张小燕心动了 本打算就这样放过于和尾 男人嘛 哪个不花心 换做别人 恐怕也会做出这种事情 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事情发生不到两天 自己的朋友圈 竟然一下子都知道了这件事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还原谅于和尾的话 那他张小燕今后就不用混了 很快于和尾被张小燕扫地出门 同时 于和尾也接到了单位的辞退信 他很清楚 事情发生后 只有张小燕能够保住他 现在张小燕撒手不管了 那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 这两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每天三遍电话打给柳如烟 嘘寒问暖贴心的要命 如果放到以前 柳如烟肯定嫌我烦 甚至不等我说完 就会挂到我的电话 可是这几次不一样 很耐心地跟我聊天 甚至一聊就会聊很久 我知道这是他心虚的表现 除此之外 他也是想通过聊天来套我的话 看看我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道理我自然明白 所以我一直装傻冲落 渐渐地 柳如烟放松了警惕 大概又过了五六天的时间 于和伟拎着行李住进了别墅 于和伟 你就是一个畜生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有老婆吗 你不是跟我说 你现在还是单身吗 那你现在告诉我来的那个泼妇是谁 再次见到于和伟 柳如烟都快气炸了 指着于和伟的鼻子破口大骂 宝贝 你听我说 那娘们根本不是我老婆 是市里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 她对我有意思 所以这两年一直向我献殷勤 各种的讨好我你知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 离不开这些人所以没有办法 我只能逢场作戏 可是谁能想到 他竟然把我当成了他的男人 于和伟这番说辞漏洞百出 可是柳如烟竟然相信了 拉着于和伟进了别墅 一顿好言安慰 那你现在怎么办 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呀 听柳如烟提到 今后的生活 于和伟立即将柳如烟抱进了怀里 我们可以这样 等你老公回来 咱们找几个人做个局柳如烟一愣 明显不明白于和伟的用意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做什么局 于和伟便将自己的想法 向柳如烟做了交代 柳如烟先还在犹豫 可是后来竟然真的答应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年的夫妻 她竟然连同肩肤想害我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谋划 我在视频监控里 看得一清二楚 听得明明白白 接下来的几天 我依旧像往常一样 给他们订饭菜 一天三顿 从来没有落下 除此之外 一天两个电话 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柳如烟看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还是那个先前深深爱着她的丈夫 老婆 我明天坐飞机应该下午到 你安排一下时间过来接我好不好 听到我要回来 柳如烟明显有些紧张 可是 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推托理由 她知道就算自己不来接我 那晚上也得见面吧 没有办法 柳如烟只好答应了下来 见面的时候 柳如烟表现得十分自然 根本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端倪 不得不说 经过这番事情后 柳如烟的演技着实提升了不少 你脸上怎么还有余青了 这余青是怎么弄的 回到别墅 我一边吃着餐桌上的水果 一边问道 柳如烟脸上的余青这么明显 如果我装不知道的话 那就显得太可以了 没什么 前两天我和王小金去爬山 不小心磕的 我听到这一下子站了起来 伸手将她拉到怀里 磕得严不严重 有没有去医院看一看 医生怎么说 看着我担心的样子 柳如烟笑着把我推开 没事 都是一些皮肉伤 吃点药就好了 对了 明天下午我们正好有一个同学聚会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那些同学吗 我跟他们说了 他们听说你要来 很高兴 明天你收拾一下 下午三点过去 柳如烟说得很自然 并没有露出什么马脚 可是我知道 这是他和于和伟 给我布的一个局 而且是一个要命的局 我可以不去 但是我想知道 他们到底想怎么弄 好啊 太好了 那我可得收拾收拾 趁着柳如烟不注意 我拨通了唐冲的电话 并将这里的事情告诉给了他 唐冲很干脆 第二天下午三点 我和柳如烟 来到了他们实现订好的KTV 柳如烟的同学 虽然我不是全认识 但是其中有几个是见过面的 可是当我走进包房一看 这些人都是生面孔 我从来没有见过 也不能说全没见 站在门口接我们的于和伟 我认识 我们正和高兴的时候 柳如烟的弟弟柳思扬 找到了这里 说是要买什么东西 我没有听清楚 他是来要钱的 柳如烟怕他破坏了 他与于和伟的计划 给完钱就想让他弟弟离开 可是柳思扬看着桌子上的美酒 哪里还有走的心思 坐下竟然陪我喝了起来 一旁的于和伟也不好驱赶 怕事情败露 没有和柳如烟商量 便将计划提前 林兄弟 头一次见面 咱们俩喝一杯红酒 于和伟一边说着 一边找到事先准备好的红酒 以及酒杯 倒了一杯推到我面前 柳思扬看到于和伟 推过来的红酒不错 也没跟别人商量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于和伟柳如烟两个人 看到这都傻了 他们在酒里下的药 本来是想熬的命 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阴差阳错 竟然让柳思扬喝了 经过一番抢救 柳思扬总算保住了性命 但是由于毒素过强 成了植物人 我以这件事情为由 将两个人告上了法庭 并将唐冲发到网上的证据 收集到一起 作为证据交给了法庭 最终于和伟被判有期徒刑25年 柳如烟近身出户 由于他弟弟的事情 整天精神恍惚 后来被关入了精神病院 于和伟出来后 被柳如烟的父亲分尸而死 我的公司越做越大 现在是市里的龙头企业 全文完